兄弟连中有这样一幕 一连连长温特斯 被一颗不知道从哪来的子弹击中了 最后就丧失了行动能力 这其实是一颗跳弹 跳弹产生的碎片钻进了他的小腿 这是他手上 那跳弹会致命吗 不妨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实验 通常子弹从正面击中目标 会彻底散开像一朵菊花 那跳弹就是子弹有角度的击中目标 如果想了解跳弹的威力和弹片的飞行角度 就需要这样一个特殊装置 正面一块钢板 一边是弹道凝胶 一边是测试用枪 钢板下有个圆角尺用来观察子弹角度 高速摄像机会记录下全部过程 废话不多说 先进行第一次测试 3 2 1 看一下正面角度 弹片散开后 一部分飞到了旁边的凝胶 俯视角度看 子弹摄入角度大概在75度的位置 能很清楚的看到一颗非常大的弹片 贴着钢板进入一旁的弹道凝胶 也就是说这个角度下 子弹反弹不是特别高 在降低点射击角度 看看碎片会不会反弹到更高 3 2 1 看一下15000整理下的画面 大部分碎片进入了凝胶 摄入角度60度 和刚刚75度的效果差不多 再来看俯视角度 弹片反弹比第一次的要稍稍高一些 但反弹的也不是很高 那接下来直接调整到45度 看看会发生什么 3 2 1 这次冲击痕迹有了明显的变化 子弹机动钢板后 大部分碎片进入了凝胶 俯视角度更直观 能非常清楚的看到 最大的那部分 飞进了旁边的凝胶 再调整到30度看看效果 角度更小 碎片的偏移会更明显 子弹碎片并没有被弹起很高 依旧还是紧接钢板 飞进了一旁的弹道凝胶 也就是说不同的角度 碎片不一定会以更高的角度反弹 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会紧贴被击中的目标 再把角度调整到15度 看看会发生什么 3 2 1 这个角度更神奇 子弹保留的很完整 而且有个斜面 看一下慢动作 这个角度击中钢板后 子弹并没有像之前那样碎开 在触碰钢板后 也没有发生剧烈反弹 而是紧紧贴着钢板 钻进了旁边的弹道凝胶 说明子弹在击中坚硬物体的时候 不会发生剧烈反弹 多种角度的测试下 子弹也只是会变成碎片 但并不代表影视作品都是假的 无论如何热武器都是非常致命的 我会变成碎片